我想同一個服務處 在短時間大量入黨 然後有相同電話 相同地址 甚至還有黑二代的名單 我想這跟人頭導演黑道入黨 這個疑慮我們很擔心 所以我們在4月20號 有新聞到中央黨部 希望中央黨部可以給我們明確的指示 5月3號可能就是媒體有 剛好是趙建佑的事件 那網美會立委服務處 他就緊急派人到地方黨部 把他今年所有入黨的資料緊急撤回 然後在媒體嗆聲說要網路入黨 我們真的非常的疑惑 中央如何審理這一批有問題的黨員名單 因為中央並不清楚地方的生態 那是因為我們在地方我們比較清楚 所以我剛才有跟中央建議這個事情 就是他們三四月短時間內 就是大量入了一千多個入黨 你不是先上來秘書嗎 我比較晚到 所以我就是表達我的立場 您報告完之後 主席跟秘書長都沒有回覆嗎 您的問題 當然因為主席跟秘書長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有沒有 他們會依照黨張綱來處理 我們落實查核也透過AI等等相關的方法 畢竟這裡沒有要牽扯到一些各自相關的問題 民進黨畢竟是一個政黨 不是一個政府的組織部門 但是我們雖然有這樣查核上的一個難度 但是我們不會因為這樣的困難 然後就停止去做這些相關的清查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最主要討論的包括即將到來的公投相關的議題 還有就是大家社會大眾這幾年 最近所關心的這些黑道相關的一些問題